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權者 任意的 粗暴的 打壓工會 及 打壓工員工 至今 從會停手 來 我們也喊一次 立即恢復原刑 立即恢復原刑 停止打壓工會 停止打壓工會 違法下長下台 違法下長下台 好 國語日報 在去年8月 102年的8月 因為他們經營的問題 經營不善 然後就會解雇員工 要來裁員 現在國語日報社服務的 都是長年在國語日報社 有長年一二十年二十幾年的一堆 今天勞工即將面臨中年失業的困境 所以工會要求 資方必須要尊重我們員工的意願 不要用強制 不要用粗暴的手段 但是就因為工會出來 為同仁權益說話 工會的幹部就找到解雇 前天103年2月24號 終於接獲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的裁決書 那判定本人申訴 應恢復原職 他的單位叫做文化中心 然後他是美術主店 文化中心他們8月初 8月2號的時候才開勞資協商會議 資方提出來報告我 我之前我一定要先評估我的業務跟財務 他們要報告文化中心要不要之前 不用 好幾個單位都不用 他們是不用的那個 那有的要有的不用 他們是不用 0 好 什麼時候變的 早上我們去 下午回到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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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公告之前四十四名單 他就被列入了 原本不用 文化中心裡面就只有他 那個常務理事檢會會 然後一個理事 還有兩個會員 就都被降職 他們原本是主管 單位主管 就被降職 都被降職 郭玉報是一個文化 文教機構 從事文化 教育 才藝 為導向 在董事長黃啟芳 與社長董敬梅的帶領之下 卻整個變樣走掉 今天 報社以虧損為由 上場沒有負任何的一點責任 全部由員工來承擔 這個部分 報社這次走了一個優力優隊 走了四十四個員工 有沒有想過這些走的人 並不是他所自己願意 而是被強制要求離開 政治財務的話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就尊重同仁意願 那有沒有人家庭條件 算一算可以走了 有沒有 還是會有 每間公司都這樣 那就尊重同仁意願 最重要背後就是一個強制動作 就是一個強制動作 那他就堅持 然後他的理由就是說 我今天價碼已經給你很高了 所以他就堅持 他就是要自己挑 自己強制就對了 結果挑的結果是什麼 公務會十二個理監事 幹掉拔拔 三個常務理事全部幹掉 然後幹掉之後 四十四個人都幹掉之後 他們再陸陸續續 把他們自己要的人再弄回來 我們地下室發報房 有十個同仁 走了九個 他要回拼七個人 其中一個還是我們走的同仁 他在因為業務商忙不過來 請他回來幫忙 不過這回來的這七個人 六個人是不認識的 但是沒有正式公告 就像有點像明事公 但是我覺得這種作為就是偷偷來 他今天趕走九個人 十個人變一個人 但是不可能做事吧 他有回拼七個人 我們的同仁 今天在報社同仁 沒有一個敢站出來在這邊 為什麼 誰敢站出來試試看 我們其中的我的組長 現任的組長葉爾光 他參加我第四次調查庭的時候 因為出庭作證 回來以後 馬上在二十七號 馬上被調職降任 二十八號報到到夜班 一個白天在文化中心 上班二十九年的同仁 居然要調他到夜邊採訪 有這種事情嗎 結果我們的同仁 我這位組長 就選擇退休 但是同時在退休的同時 也向老委會提出不當勞動行為 報社這種粗暴的行為 不只對我一個人 對我們報社種種 依舊在進行 去年 國以無法 用了幾千萬的買了機器 但是最終 他的印刷部 卻要 把這些業務 委託給另外一家公司來做 請問你 你對於這個監營 你為什麼 如果說 這個事業監營不下去 你為什麼還會用幾千萬的資金 來購買這個機器 然後讓這個機器 擺在那裡 然後沒有業務做 今天是他違法在先 憑什麼要我們來陳情 我們不是來陳情 我們來要求國語日報的董事會 必須正題的改變 對 我們來開業的 對 那今天勞動育 有 開業局 我身表 那 文化社會在兩個月內 一馬一起上訴 主要是因為受到 勞動育馬的影響 去日報 這支出現 會損的情況 那為了用具經理 這是進行邀退 這支出現的措施 那文化中心是很兩世紀 過夜的情形 因為過去 我們也沒有任何人 那我們兩夜的更換 之前 也沒有緣 到現在也沒有緣 那所有的工作 無常進行 並沒有影響正確 虧損的數字 因為大概就是 有一個 審判的局面是六成多萬法 那個 虧損的 對 對 那因為我們是產生法人 為了要永續經理 那是一個 的確實 對 文化中心 這麼多年 也都沒有 受付每一個人員 那我們是考量 就是說 我們的工作 不需要設置專心的每天 所以 nineteen 那是 really 沒有關係的 OK 董事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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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員工 今天警察 要發送 我以衫發送 技術 tutor 請你們立即解散行動,並停止違法行為,現在時間 我覺得每次看到這樣的場合,為什麼你們警察都像一個環繞在這邊 好像我們老公有做錯什麼事,其實我們就是要伸張我們自己失去很久的正義 我們如果歸水起來當稅民,請問就會停止他的打壓嗎? 如果工作不團結,大家不團結在一起,掌權者就是往下殺 勞動條件就是一直往下降